非常的好奇 我们就在路上走着 发现这一块车他们都会走边边 对 已经发现四次辆 跟我们擦肩而过的车 那边是白石键 然后都这样 看不懂 离开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 准冬煤田后 接下来我们计划前往乌鲁木齐 因为和网友约好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将车开上了高速 准备找个服务区洗头 顺便清洁一下车辆 要来擦车了 我们要把这个车擦得干干净净 现在在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 因为车区已经很脏了 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收拾车 好像进新疆之后就生死了一次吧 在夜长生死了一次 所以要把这个车擦得干干净净 去进屋室 有一个好心情 外边要擦干净了 一会儿把里边内饰也需要擦一下 里边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 在服务区清洗过车辆后 我们继续前往乌鲁木齐 刚洗完的车 它这里应该是消毒的吧 高级啊 前方废物主路 这找到有点早了 对啊 消毒的 哇 慌死细唇啊 冲一遍 应该是 所有进乌鲁木齐的车 必须要干干净净了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辆车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辆车 同款车 颜色都一样 向右前刚上锅 这是我们出来以来第一次遇到同款车 颜色都一样 对 但它那个是没挂牌 应该是可能我们刚买的 我们现在是刚刚进入乌鲁木齐市区 好多内地的朋友对乌鲁木齐不是很了解 总觉得这边可能相对落后 但是给大家看看现在的乌鲁木齐 现在是下午的7点14分 相当于是晚高峰 可以看看前面的车流 新疆最大的城市 乌鲁木齐 他楼啊 他楼 咱们直接去红山吗 你们不是想去红山吗 对 我们到了 啊 大巴扎去过吗 大巴扎好像大学的时候去了 哦大学就来过 对 红山那你就走里道 车好多啊 这块现在是晚高峰是吧 对 现在7点钟下班嘛 有些单位是7点半下班 有些是8点钟下班 所以现在都是下班高峰期 到辌鲁木齐后 我们接到了联系好的网友 因为还不饿 所以决定先去附近的红山公园转转 对 你是啥工作啊 我是记者 哦 我是新疆日报的记者 嗯 怪不得声音挺好听的 这乌市的人经常会来这个公园转吗 是的 大家周末的时候 就来这边休闲 来这边锻炼一下身体啊 带孩子来 爬个山哈 对 上面有林泽徐雕像 林泽徐为啥会在这块有雕像啊 这个我 这个我了解 这个我了解 好像就是单纯的进度教育 对 所以吧 我们在训练一下 射击而上 很快我们就爬到了红山山顶 在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乌鲁木齐的城市天际线 全是高楼 一望无际的天际线 这边是老城区 新城区在北边 那到那边的话房子会更高 那边可能更新一点 更新一点 就是入住了很多高新的企业 哦 企业 CBD 你在网上搜我的名字可以搜到什么 赵敏 对 你就是赵敏 我是赵敏记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就干饭吧 走 哇 大城市啊 酸奶粽子吧 酸奶粽子 你好 你好 拿三个酸奶粽子 我不吃 拿两个酸奶 你不吃你不尝吗 我吃过 哦 两个粽子 24 好贵 一个粽子12 它这个物价高到你没办法想象 可能这个做法和味道不一样 因为都差不多 嗯 那种不有啥味的 嗯 有啥味的 草莓蓝莓菠萝蒙 那要个菠萝 那要个菠萝也 我要一个蓝莓的吧 一个蓝莓一个菠萝 蓝莓酱 然后它再往上面调 哇 这个酱好多呀 可以可以 哇 这真的好多人啊 嗯 这个是白天的时候这块就没有吗 嗯 白天就是很干净 街道是吧 对 晚上的时候就出来了 晚上的时候就白天出来了 哦 我嫂想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啥菜单 我不点了 我不点了 不点了 我不点了 等一下 我来点的呢 我是女人的一路上 这个是 太棒了 一路炒面吃 吃过 吃过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难不够再去 不够再点 好多人 它不够可以去吗 看看我们的刚刚肉 嗯 很烫 好烫 哇 来了 汤水 里面是种 西红柿 里面还有旁边配了豆 盖完饭已经是11点了 现在已经是11点19了 这会儿人最多的时候 因为乌鲁木齐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 所以这次不准备多多停留 在吃过饭后 我们就要继续前往吐鲁番方向了 等候到达目的地 你们慢一点 好嘞 一路顺利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才要来新疆告诉我们 好嘞 你来西安也告诉我们 再见 拜拜 走 我们现在告别了我们乌鲁木齐的朋友 现在准备前往达坂城 今天本来想去托克逊的 但是我们聊天聊得比较嗨 现在已经是11点52了 新疆朋友真的是特别热情 刚才抢着买单 所以就说还太好了 驶出乌鲁木齐市区 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村子 找到了一处露营地 准备就在这里休息了 现在是凌晨的1点 因为那个乌鲁木齐 它失去太繁华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车开出来了 现在在柴窝铺这边的一个村子里面 本来是想说大帐篷 结果一边风太大 我们在来的路上 发现了很多的大风车 只是现在天太黑了 我们就准备今天晚上先睡车上了 因为睡外面的话 这个帐篷可能会被吹跑 想舒适赶紧睡觉了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车内收拾完毕了 那在睡觉之前呢 我们想给刚才乌鲁木齐的小姐姐 订一个零食大礼包 刚刚她请吃饭了 然后我没有偷钱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而且她这么热情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送她个啥 我们是偷偷的给她送 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家里的具体位置 刚才接她的时候 然后刚才旁敲侧机到了她的电话号码 买的是次日达 就是今天就能送到 今日达 今日达 现在已经过12点了 那给这个小姐姐一买 顺便我们也要给四川的小哥 就是送我们腊肠的 对 因为我们老接受别人的好意 实在是不太好意思 四川小哥前两天来个说 过年的时候 他要给我们鸡腊肠 真的人特别好 填一下地址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订完了 准备要睡觉了 今天我们是盖薄睡袋就可以了 这个下面有点硬 我们把那个床垫拿回去了 然后我们的那个充气床用不到这 还好它很平 所以说应该也还好 就是这个薄睡袋 睡后袋睡袋是没啥问题的 但薄睡袋稍微有点个 薄睡袋的话 现在水可以会热 对 因为裹的了 好 我们现在要休息了